这个动作是什么 一 二 三 蹲 加个蹲 他学的好认真啊 好 好 一 二 三 然后呢 然后再往旁边 五 六 七 走 这么快 对 就这么快 努力跳 努力 加油 哦 再来一遍 一 二 嘿 一 二 嘿 进入加劲 现在进入加劲 可以可以 天字的声音第三季 第二阶段 第一期开播 看到的是 分为组担当的周深 能看到活泼 可爱 感性 及带着跳跃舞步的周深 看到周深跳舞 网友评论 周深像极了 和朋友蹦迪的我本人 被周深跳舞笑死 这难以自控的四肢 是我本人了 周深 他们学跳舞的时候 没有叫我 在常驻嘉宾方面 周延换成了张碧晨 周深和张碧晨 还有一段渊源 那就是二人都曾经是好声音的学员 张碧晨 张子宁合作的雨天 两位女歌手在声音里 唱出了一种 惺惺相惜的默契感 歌曲中那些浓稠的情绪 在某些瞬间 不停地感染着观众 这才是歌手最该有的音乐共情力 张子宁其实也蛮会唱的 知道在什么音节上 该用什么样的演唱技巧 加上有张碧晨的情感牵引 两位歌手在演唱时 轮番cue到了观众内心的柔软地带 这种演唱能力已经足够强了 接下来期待一下周深张碧晨 有没有火花的碰撞 此外天字的声音三第四期 孟佳不选周深 到底是预判失误 还是压根就不想和周深合唱呢 孟佳自我介绍时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 孟佳 周深 我也有个外号是歌手 也是这个歌 我也是个视频搞笑 但是我一年就只更新一个视频 所以他们也叫我鸽子 佳哥来 我们对一下物种 于是孟佳和周深 就直接开始在台上 开启了歌言歌语 聊到最后 周深越聊越兴奋 孟佳则越聊越不好意思 还是主持人打断两人说 可以了 够了够了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佳哥 孟佳 我也有个外号是歌手 也是这个歌 但我也是个up主 但是我可能就是一年 就只更新一个 所以他们也叫我鸽子 鸽子王 佳哥考虑一下物种 真是没想到 这也能烙起来 真是神奇的两歌 而周深则又解锁了一项语言 那就是正宗的鸟语 之前他的吐蕃鼠和猪鹰 还有很多网友都没学会呢 他又开始说鸟语了 周深的精度条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赶上的呀 说实话 孟佳返场天色的声音3 得到了很多歌迷的关注 大家都希望他能多唱几首歌 带来更多惊喜 毕竟孟佳作为首批浪姐 他的人气和技术 一直都是杠杠的 孟佳不可能不知道 谭剑次上次就和张绍涵合作过 且拿到了那一期的金曲 如今谭剑次返场 肯定是冲着张绍涵去的 而张绍涵也更喜欢选择 年轻帅气的男歌手一起表演 周深抢孟佳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也是初来替孟佳解围的 而且周深喜欢和不同风格的歌手合作 例如和康姆市乐队合作 和摇滚老炮梁龙合作 和rap能手周延合作 这次看见孟佳 估计也想尝试一下 和能歌热舞的女歌手合作一回 周深和谁合唱 谁就出彩 这事已经不再是圈内秘密了 他这次来天次唱了三首歌 手手上热搜 还拿了两次金曲 真不明白 孟佳为啥不接下周深抛出的橄榄枝呢 其实如果两人真的合唱的话 仅凭画风就足以惊艳一片了 想不上热搜都难 大家说说为啥孟佳要放弃和周深合作的机会呢 就是我想到最后一句 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 他看遍了人生的常态 然后他在看 你看下面的人 他在烦恼拥有 他在烦恼失去 他在烦恼争取 他在烦恼名利 就感觉用最简单的一个眼光 去看所有的事情吧 我觉得就是很 很有禅忆的一首歌 所以James从你做贝斯手 好 我们把掌声 我们本期的飞行音乐和伙 命运深处涌动着更多浪漫 梦想破图伸张更多答案 繁星背后太阳已开始悬淡 谢谢你和我作用 谢谢你和我作伴 我有 sensible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